现在大家可能没有怎么了解过蒙古族 但只要是对这方面感兴趣的 并且有努力去深入学习历史的 那么就会知道这个民族究竟多么的厉害了 要知道 古时候的蒙古族可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存在 在当年也是震慑了整一个时代 接下来笔者就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民族的生活和文化 看完了之后你就会知道虽然他们都是蒙古包里面 但是想要洗澡上厕所也是完全可以的 蒙古包究竟长什么样子呢 如果没有亲眼看过 或者是没有浏览过相关的图片的话 可能心目中真的没有任何的画像 据笔者了解 蒙古包大小是不一的 但是整体都是成圆形状的 加上里面的基本结构几乎都差不多 所以真的不用去过分地讲究 很多蒙古人拼接起来也非常的容易 能够固定住不会被风吹走就差不多了 然后里面再放上自己需要的被子枕头等等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也想要去买来尝试自己搭建一下的话也是可以的 一般来说买6只巴扇边壁的就足够了 不用非常大否则不好打理 从外面看会觉得蒙古包真的非常小 可真的只有进入到了里面才会知道 都是大家想象的而已 实际上真的会打非常多 而且也没有大家想的这么的闷热 反而是空气流通更加凉爽 因为除了有天窗之外 边壁墙的底部还有一层围栈 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天气来看看究竟先开还是放下 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特点 那就是非常方便移动 拆装起来也很容易 都知道因为当地蒙古人动不动就会移动的 可以说蒙古包就是他们的家了 既然工作场所都改变了 家肯定也要改变才行 因此他们并不会放很多东西在蒙古包里面 不然的话到时候利乐车或者是骆驼运输起来就会非常的麻烦 加上太重了也不方便动不动就搭盖 所以平时大家如果在蒙古旅游的话 就可以多留意看看会不会有他们刚好搬家的画面 明白过后就会懂逼者所说的了 既然是不断地在移动 那么像固定的马桶 蹲便池肯定都是没有的 不然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带着一起移动 那么很多朋友就好奇了 难道因此他们就不用上厕所了吗 而且洗澡的问题又应该怎么解决呢 根据当地人的回复我们就会明白了 首先他们是会选择随地大小便的 毕竟这也算是一种天然的肥料 对于草原来说多多少少有点帮助 至于隐私这个问题他们都不怎么会去关注 只要是上厕所之前看清楚附近没有人 那就可以了 而洗澡的话就比较难了 毕竟烧热水需要很长的时间 一般来说收一次也仅仅够一个人洗澡而已 至于洗澡的地方也就是在附近随便搭建一个围部 洗澡之前和自己的家人说一声 他们在周边留意一下有没有陌生人就好了 不过一般来说这样的现象还是比较少的 因为当地人搭建的蒙古包都会离得比较远 想要碰到真的不容易 都知道而蒙古人都是住在蒙古包里面的 因为平时生活习性的原因 所以他们动不动就要迁移一下 长时间的定居下来几乎不允许 加上这样的文化从古代就一直保留下来的 所以现在的人都没有想过要放弃 毕竟肯定有它存在的原因 蒙古这个地区畜牧业都非常的发达 所以当地人在找搭建地方的时候也是会非常讲究的 不是随便找一个点就直接搭建起来 然后住下了 这样的话不仅仅对于后面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 而且可能还会存在一些危险 一般来说他们都会去看看究竟哪个地方是离水源更加近的 而且附近牧草还不少 这样的地就非常适合搭建蒙古包了 至于原因也非常的简单 前者是为了日后的生活能够更好地满足自己想要喝水的心 要知道人如果渴了然后没有办法及时补充水的话 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情 而后者就是为了方便自家的牲畜生长 他们每天需要吃的草非常多 如果所在地没有多少的话 是很难长大的 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对于注重隐私的我们来说 蒙古人的生存办法我们是很难接受的 不过还得要理解才行 不过还得要理解才行 不过还得要理解才行